川普总统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我们现在连线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 来听听他的分析 夏教授你好 你好 夏教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任以来 已经跟十几位国家的领导人通过电话了 但是一直没有跟习近平通话 所以外界这段时间一直在等 也一直在猜测川普和习近平什么时候会通电话 不过现在等来的却不是一通电话 而是一封信 为什么是信而不是电话 对 我觉得大家都说了 你先把朋友给鼓在一起了 因为朋友大家会靠得更近一点 那么我觉得这种格局的差异 那么首先就预示着 那么中国不是美国的内圈的朋友 因为你如果看 现在正好日本首相正好要访美 明天就有会谈 而日本首相安倍是川普当选以后 第一个见面的外国首老 那么现在又要跟他进行长时间的会谈 而且还会进行私人度假 那么整个周末会在一起 那么可以想见了他们的私人关系了 那么会是得到加强 而且他们跟川普的谈判 那么会谈都会涉及到很深层次的问题 那么另外你看到就是说 从欧洲盟国来说 那么特别萨米正好也结束了访问美国 那么这里边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作为美国来说 那么尤其是中国是一个非常喜好面子的国家 在这么大的一个春节节制 那么前面的美国总统 基本上都给华人 给中国人祝贺春节新年 但是川普没有这样做 那么而这次 那么是一个晚到的祝福了 祝贺了 那么我觉得当然是没有给中国面子 那么没有给习近平面子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 下面教授 针对这次的沟通的形式 是信和电话的差别 在您看来有实质性的差别吗 对 我觉得有实质性的差别 因为就是说川普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动作 那么都是围绕着中国在做很多事情 包括对伊朗的制裁 但是他现在就是没有跟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进行直接的沟通 也就是说他们之间 还没有这种个人的管道 或者个人的随意亲密程度了 大家可以把许多事情 就是敞开的进行直接的交流 那么虽然现在 我们可能还觉得 他们还没有认为 他们的直接通话的时机要成熟 那么所以为什么没有成熟 那么这里边恐怕 涉及到的冲突和矛盾 那么就会很多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 第一个那个主要原因 下面教授 我们注意到川普在信中表示 他期待着美国能与中国发展 汇集美中两国的建设性的关系 您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建设性的关系 他为什么会选择建设性这个词 对 因为我觉得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那么从川普总统来看 那么中国在国际事务上 那么不断地给美国添堵 那么无论是在朝鲜问题上 那么还是在伊朗问题上 那么还是在涉及到中东的 包括叙利亚的问题的解决上 那么另外涉及到美国的经贸政策 那么川普总统也会认为 那么中国不断地在给美国制造麻烦 或者是在占美国的便宜 一方面是在货币 汇率 那么在资本管制 或者在贸易的出口 那么对美国的这些出口的企业 进行没有国民待遇了 或者给美国的那些企业 那么添各种麻烦 那么所以这些东西 作为川普总统来看 当然都是非常破坏性 那么所以川普总统认为 那么我觉得尤其他的大选中 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就是一个想法 就是中国一直在跟美国添麻烦 一直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就是敌人 那么成为一个冲突者 一个挑战者 所以他的那个经济顾问 也就会有一本书叫 那个就是由中国致死 那个美国是由中国致死 而且是千刀万剐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矛盾和冲突 那么当然是那个非常尖锐 所以我觉得川普他表达一种 就是暗示了 就是说过去的关系 那么没有这么建设性 而同时就说美国在过去 从克林顿总统到布什总统 到奥巴马总统 其实对中国都奉起了一种 杰出性的建设性的政策 但是都没有带来中国的 相应的建设性的回应 那所以我觉得川普有一点就是说 那如果你没办法建设性的回应的话 那我必须强硬 那么如果要强硬的话 希望你能够做出一些建设性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恐怕是川普的最深层的含义 好的 谢谢夏明教授 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